连生活佛讲述大方广圆诀修多罗了一经 上一集我们听到连生活佛解释经文 大光明藏三昧正寿 连生活佛认为大光明藏就是火光三昧 要如何能证明火光三昧 就必须要禅定 而禅定的绝寿会有些什么呢 我们赶快来听连生活佛非常宝贵的开示 禅定有很多种接受不同的 这个只有我能够讲 一般的法师你叫他讲他讲不出来 光明从哪里来 坚固从哪里来 清安从哪里来 还有变化从哪里来 有很多人说我禅定的时候身体会变大 变得很大 有时候又变得很小 像一只蚂蚁 那宇宙广大无边 你自己像一只蚂蚁 有的人讲说我变得很无穷大 那么有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变化了 变化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甚至于感觉到自己跟周围环境通通不见了 这种变化从哪里来 这个就是得到水的法位 因为水最负变化 你进入这四种禅定 这个地水佛风 得到的法位跟节受通通不一样的 有的人讲我自己身体不见了 周围环境全部不见了 很好 这个就是空乐 你得到了是空的法乐 什么都没有了 一切变成永恒 变成虚空 完全通通不存在 自己也不存在了 周围一切的环境全部都不存在了 这个就是得到空位 禅定 讲起来很简单 我不这样子解释 就不会知道的 在密教里面 像师尊刚才的禅定 灌顶的河流永远不枯竭 我时时在受灌顶 你们有没有时时在受灌顶 你们好像是偶尔去参加一个灌顶法会 受了一次灌顶 这是附魔灌顶 那一次是房财神灌顶 那一次是观世音菩萨灌顶 灌了顶以后 半年从来没有灌过顶 不对的 你每天在修法当中 在入禅定当中 灌顶的河流永远不绝 每天都是在受灌顶 所以密教里面有灌顶的河 永远不会绝流的 永远你都是在禅定当中 受宜咒法流的灌顶 每一天都受灌顶 有人讲说师尊跟我加持了 我今天得到加持力 你还不知道啊 加持的力量永远不绝 你每一天在这里修法 在入禅定当中 就有灌顶的法流给你灌顶 就有活菩萨上师 所有劣带祖师的加持力给你加持 永远不绝 你有一天感觉到 今天觉得佛的没有意识 今天什么事都没有做 觉得很消沉 意志很消沉 觉得什么收获都没有 这个啊 你就是有问题 你情绪不好 很灰色 你根本没有得到这个 宜咒法流的灌顶 没有上师加持力 这个上师的加持力 跟宜咒法流的灌顶 是每一天都有的 不但有时候每一天都有啊 时时刻刻都有的 这个才是禅定的法会 所以一般来讲啊 有很多法师啊 解释到这个 这个大光明场 三昧正寿 三昧就是三摩地了 就是禅定了 现在人解释成为 禅定正寿 就是正法的接受 尽量 大家怎么办 第四周 来我们说 就是殿杀 这个特殿 因为这种 这个特殿 就是这种